然后呢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说是哪里的话 我说的是四川乐山遗族话 我刚刚跟我的奶奶说话呢 我再跟我奶奶说话 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在哪里是不是 我现在在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地 我们的地的话呢 我们的地然后呢 准备把这个竹子把它砍回去 我我把它弄成一小段一小段 你看你们看这样子 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呢一会把它包 包完然后呢把它搬到家里面去 烧火有点浪费了吧 浪费什么呀 这个这个竹子的话呢 是不能吃的那种各位帅们 这个竹笋哈 这个竹笋的话呢是不能吃的 所以说它留着也没有用 而且它明年还会长出来 我们这个竹子的话呢 它是砍的砍的 砍的多的话呢 它明天明年就砍的就是长的越多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把它砍回去 对 竹笋的话呢 它昨天都说了 它忙完就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 忙什么事情 不能说 我不知道它是忙什么事情 它不能说 跟我说 然后呢我也没有问 对不对 我不敢问 我不敢问不敢说 然后等它什么时候再回来 回来再跟它 那我们再跟它说就好了 我耳朵 吐色了吗 多了解它的工作是不是 但是各位帅们就是你们就是 你们有没有听到 听过张浩在说就是他的故事 就是他的工作呀 我从来我问他 我说你的工作是什么 他说是 搞艺术的 搞艺术的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说过 具体是什么工作 各位帅们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的 就是他的 嗯 工作的话呢 具体是什么呀 你们有没有听他说过呀 你们有没有听张浩说过 他的工作 具体是什么工作呀 因为之前我问过他 他也 他也没有跟我说 就是你们在平时子音没有 没有在直播间的时候 你们就是有没有听听他说过 就是说自己家是开公司的 然后呢 就搞艺术的 是不是 我也没有听他说过 我也没有听他说过 他是 这里是搞什么呀 各位帅们 你不了解张浩吗 我 各位帅们 就说因为张浩的话呢 他了解我的所有 各位帅们 张浩他了解我的所有 但是我了 没有了解他完全就说 没有完全了解过他 话里面 没有了解过他 不了解就在就在家里吗 我 呃 各位帅们 我之前帅张浩来的话就说 并不是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才带他回来的 是因为我跟我跟他的话 我觉得是朋友 拍摄 拍摄的吗 拍摄邮寄的 搞艺术 哎呀我也 之前因为我之前我问过他 我问过他 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各位帅们 我问问过他 我说你去挺是干啥的 然后呢他也没有跟我说 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 然后我觉得 虽然他不想说的话 那我也不问 但是我以为我以为各位帅 我以为 刚才他跟你们 他也跟你们说过 然后呢我刚才问 问你们 刚才在直播间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是干嘛的 站上去哪里了 今天还会来直播吗 我也不知道张浩他今天回不回来 然后呢他 昨天跟我说的是他一旦 事情忙完的话 他就回来了 但是我今天 都没有接到他的通知 就说没有打 也没有给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他结婚了吗 你要了解清楚啊 但是各位叔叔阿姨们 张浩他之前 他之前跟我说过 你们也记得是不是 他之前跟我说过 他要带我去见 就是他要去 呃 见的他就是 他的爸爸妈妈嘛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该去不去 你们觉得要去不去呀 如果说张浩以后 如果说要带我去的话 你们觉得 你们说要去不去呀 我因为我 本身我也真的是 对他的家庭的话 我也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感觉张浩靠不靠不住 是不是 你们说去不去呀 我不知道该去不去 反正 哎呀 哎呀 那我说这边是 我今天想要去 你们说的 我已经想要去 啊 我的天啊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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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 哎呀我差点掉下去了 这是什么 我差点掉下去了 应该要去看看是不是 做的什么 去但是你不能老是待在家里面 你要去多多了解他 各位叔叔阿姨们因为 因为你们也知道是不是 你们因为你们也知道 就是子行的话呢 我觉得 这样子盲目的去看他家人 或者是他也没有跟我说 因为我们两个哈 我跟张浩子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呢 就是朋友 就是朋友可以摔满 就是朋友 所以说我我不知道 我要以什么身份去见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呢他也没有跟我具体的说过 所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怎么做 你们说你们说是不是 因为张浩他没有跟我说过他 哎呀我们俩我都现在 我都现在 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们俩是什么什么关系 但是哎呀我也不知道 不了解清楚就不要去 他让你去就去是不是啊 让他表白 他说会给你表白 跟你说还没是不是呀 真的吗 知道他跟我说过要 就是跟你们说过 他要跟我表白呀 不可能吧 知道他跟你们说过 要跟我表白吗 对呀 你们觉得是不是 如果说我就是感觉 我不清不楚的 我去见他爸爸妈妈的话 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好 你让他让你去就去嘛 普通朋友也可以去 你们觉得普通朋友 可不可以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呀 说30号再表白 啊 那我咋不知道呢 那我咋不知道啊 别去 普通朋友不能去 是不是 跟你说你们说 你们说普通朋友能去的话呢 我们扣个1 不去的话呢 我们就扣个2好不好 好不好 对你们觉得普通朋友能去的话呢 扣个1 不能去的话就扣个2 然后我听 我看一下直播间哥 有叔叔阿姨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想的也是 是不是我想的 哎呀 我觉得普通朋友的话呢 就是确实不太好 不太好去对不对 你如果说连就是连一个就是正正的身份都没有的话呢 你去的话呢 我感觉是不太好的 恋人才会去见父母 子音张浩都没有给你表白 你干嘛要去见他的父母呢 普通朋友不要去见啥见是不是 可能他 不会吧 他没有女朋友吧 各位帅们 我 我觉得张浩他不是这种人吧 我觉得张浩他不是这种人吧 哎呦卡住了 紫音不要让张浩占你便宜就好 不可能哈 怎么可能呀 我说句实话哈 哥里叔叔阿姨们 我说句实话哈 我就是害怕你们会会会笑话我 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很害怕就是 很害怕跟别人交朋友 因为哎 我不好意思说 哈哈哈哈 我老师都死了 哈哈 哎呀这个刀都拿不出来了 管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有没有女朋友 他有没有 他有没说你是他的女朋友 没有啊 他没有跟我说过他 他没有跟我说过我是他女朋友呀 你没有谈过恋爱吗 我说句实话哈 各位说一般就说我 我之前在高中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 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手都没有牵过的那种 手都没有牵过的那种 各位刷一碗 所以说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 该怎么说 我不好意思 哈哈哈 我不好意思说 我不好意思说 砍猪子不是用这个刀 我们这边就只有这个刀 嗯懂是不是 跟你说一般 你们懂不懂紫荫说的什么意思呀 你们就是你们知道紫荫在说什么意思吗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谈过一个 一个恋爱 然后呢 那个时候真的 那个时候的话呢 就 就是很很纯粹 就是很 就是中间的话没有掺杂那种 就是纯洁的友谊嘛 就不会 不会有 那种 我都不好意思直说 所以说各位刷一般你们 你们多懂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都是懵懵懂懂的 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都是觉得 哇就是纯粹就是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那种的话呢就是 感觉就是 我们也是从年轻走过来 是不是 哈哈哈 对 那个不算是不是 可以算吗 你们觉得那个时候算不算呀 那个时候的话呢 呃 那个时候是我足高二的时候 然后呢谈了一次恋爱 然后谈了一次恋爱 然后手都没有签过 初恋男朋友 对可以说是初恋男朋友 但是 但是手都没有签过 也不算是 不算初恋吧 是不是 懂是不是 女人都懂女人是不是 姐姐跟阿姨们的话都懂紫音是不是 对我不好意思说不然 我们都没有见见见过 暗恋呀 不是暗恋 不是暗恋 那个时候的话呢是 呃高中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喜欢我嘛 然后呢 我也喜欢他 我说实话哈我也喜欢他 然后呢我们俩的话呢就是呃 就是就像你们说的谈恋爱了 谈恋爱了 然后呢 哈哈哈 谈恋爱 但是那个时候不算谈恋爱 那个手都没有签过算什么恋爱 就像没有签过的手会质一辈子是不是啊 真的 真的吗 我想喜欢 是嗯 你也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呢 现在张浩的话呢 张浩的话呢 后来为什么会分手呀 后来就是因为子音 辍学回来了 辍学回来 然后呢 辍学回来 那个孩子在那个男孩在哪里躲 现在的话他已经 就是大学然后呢都快毕业了 那个时候在乐山读说 那个时候在乐山读说 然后呢 我自从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俩就没有联系过了 就已经三年前了 估计你的初恋都结婚了吧 我不知道结不结婚 我没有我没有联系方式了 你跟张浩签过手了吧 我跟张浩的话呢 签过 签过一次还是两次来着 哈哈哈 我跟张浩签过两次可以刷一门 你们还记不记得呀 一次的话呢 你们这两次的话 你们应该都记得吧 就是 张浩去年 去年来找我的时候 你们还记不记得呀 去年来找我的时候 他是 他是什么呢 他是我们俩是 他去 他带我去玩的时候 哦对 那个田田上似的 有一次是那个 呃 种那个 稻米的时候牵过 这个好重的 嗯 对 还有一些就是 做就是那个 穿那个遗族服装的时候 各位朋友们是不是 对 穿那个遗族服装的时候就 就有一次 嗯 嗯 哎呀 嗯 那个不算是不是啊 对那个不算是不是啊 那个算吗 那个的话呢 是我们俩 对 不只俩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现在要把它 把它弄好 弄成一口 弄成一口 然后呢 张好来了 让它出镜 你是不是啊 但是他 他今天不来 他昨天没有跟我说过要来 卡了 各位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卡呀 网络是不是卡了 刚刚不知道是谁 不卡了 咯 不卡了 卡不卡呀 跟你刷 你们觉得你们说网络卡不卡呀 卡的话呢就打个卡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卡不卡 我不清楚 因为我这边显示的话呢是网络是稳定的 网络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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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卡现在好了是不是啊 现在好了是不是 张好他回来了吗 我张好他没有回来 张好是喜欢你才会那么远来找你的 哥你说一个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说张好是不是 因为喜欢我才会就是 才会那么远大老远的来找我是不是 是不是手气太烫了 不烫刚刚是有一个人 开外钓一层不实践 刚不知道是 那个那个电话 你们说是是不是 你们就都觉得张好 因为他才会那么远来找我 有点卡有点卡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往里边点不太好是不是 我们这边今天天气挺好的 为什么就往路就会卡呢 一会儿卡一会儿不卡的是不是 我无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管他网络的话呢 我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卡是不是张好喜欢你才会给你表白 哎呀我都不知道 跟你说你们说这个竹子会被太重了 因为它是生的 因为它是生的 然后呢我不知道它重不重 你看那么多 然后呢我要把它全部 把它放到家里面去 不然我 要不然 放一点过去 然后明天 你先下来弄吧 所以说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你们稍微等紫荫一下 马上就好了是吧 来吧 如果我來這個小時候我沒進去 還沒進去 姐姐不可以用了不吃的啊 不吃啊 啊 這花是這麼開心嗎你們要做的